宋徽宗的举动让金朝人觉得自己的威胁缠成了效果 也就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继续纠缠 这使得宋徽宗大大松立口气 觉得事情总算平息了 但实际上张觉被杀这件事 不仅让金国看到了宋徽宗的软弱 更是在宋朝内部掀起了一股不安的暗流 请继续收看 宋徽宗之谜第九集 临阵倒戈之谜 但是金人那边暂时没有举动了 好像是平息 其实没有平息 好像平息了 郭药师这边不干了 为什么呢 兔死湖杯 雾伤其类 张觉是降降 他也是降降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说宋徽宗做的是蠢事呢 你做这一件事 牵扯的不是张觉一个人呢 你是牵扯到整个的辽朝的降丁降降 这郭药师听说这个事之后 当面就质问王安中 说现在金人是要张觉的手机 你们给了 假如明天 假如明天金人又点着名要我郭药师的手机 是不是也如法炮制啊 王安中是无言以对 没法回答 所以说呢 郭药师说完以后是拂袖而去 从此见了王安中是根本理都不理 而郭药师手下的那些将士们 从此是不满情绪 日甚一日 这时候这个王安中啊就害怕了 因为虽然是他是支燕山府 他的官名是 那个郭药师是同支燕山府 应该在他之下 但是这个手里的这支军队 是郭药师的长盛军 他没有兵权 所以实际上在燕山的持权是在郭药师手里 而这帮兵匹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他一看这个事 我要是再待在这个燕山府 那就是与郎共舞了 说不定哪天找事 我这脑袋也没了 所以就赶紧的托辞 身体不好 干不了了 要求辞职 所以后来就是 惠宗就又换了一个人 织燕山府叫蔡静 后来这个蔡静果然就被这个郭药师绑了 献给金人 这个事情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一个是 郭药师本来还没有反义 郭药师 他虽然是有反复无常的这种情况 但实际上在当时 辽朝的很多将领 都曾经有过这种经历 就是我投降了金朝了 但是过两天金人走了以后 我忽然又反了金了 这种情况不是 郭药师一个人有 其他人也有 郭药师呢 当然他的品性当中 有这种反复无常的因素 可是如果没有这件事 他本来还没有反义 那么由于这件事 使郭药师就起了反省 而且觉得很不可靠了 你宋徽宗对我再怎么怎么好 在关键时刻 你会出卖我 这是一个很不良的后果 再一个就是 促使金朝下定了 伐宋的决心 在此之前 关于是不是要伐宋 进攻宋朝 在金朝的首领当中 是进行过若干次的讨论 这个讨论都是在 完颜鄂骨打并逝之后 并逝之前不讨论 因为完颜鄂骨打说 咱们不打宋朝 他的意思是 不要再打宋朝 但是完颜鄂骨打逝世之后 那些主战派将领 又提出这个问题了 提出来虽然是提出来 但是即便是主战派的将领 也觉得宋朝不是那么好打的 虽然在战场上 争疗战场上 看得出他们战斗力不是太好 有点像纸老虎 但是毕竟也是个老虎 纸老虎也有体积在那个地方 后来 攻击就是进攻宋朝的一个主要的西路军的首领 宋汉 当时也就有顾虑 说这个宋朝啊 这么大 四面背边 也就四面都有邻国 这邻国呢 都有些不和谐的因素在里边 然而宋朝历朝一百多年 非常富强 这个国家的实力 不可轻视 他也有这样的顾虑 但是这个张觉事件发生之后 郭耀师 有了反心 这个常盛军 有了反心 不仅仅仅是郭耀师和常盛军 因为这个张觉事件产生了反意 还连带的山前山后 宋朝招募起来的很多义勇军 也起了反心 斗志涣散 不愿意再为朝廷卖命了 因为他们从这个事情当中看到 朝廷是不讲信义的 是不值得依赖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把他们给卖掉 所以斗志涣散 没有战斗力 没有战斗意志 这个情报呢 很快的就被金人给拿到了 所以说呢 金朝的军政首脑一商量 说这个时候如果进军 宋朝的部队再多 也不能打 因为他们没有战斗意志 那么这是天赐我也的良机 天赐良机 我们不抓住他 什么时候打 由此才很快的制定了作战部署 也就是说是 使宋朝的危机大大的提前了